在长沙有着怎样的体验 热情 就像长沙的夜生活一样充满了热情 游爆虾是我这个最爱 牛油 是一个在很多地方都吃不到的一个东西 特别香 觉得长沙和自博有什么不同 一样 我觉得感受到了每一个城市的朋友们 对考川文化的一种热爱 自博的它更加的猛一点 因为它的那个三件套 现在是饼 葱 肉 卡一夹 长沙的它更腼腆一点 有时候牛油就小小了一点点 我们吃的那个烤牛肉也是一片 但是他们的诚意和他们的对食材的坚持 都是一样的 觉得怎样的夜生活是比较舒适的 工作完了之后 好友几个拖着疲倦的身躯 依然坚持在大排档 吃上忌口爱吃的东西 这就是最害的夜生活 是第一次体验穿牛油吗 那可不 正常一般生活也体验不到 体会到了不容易 虽然这个牛油大家吃上去 小小的一丁点 但是真的每一串牛油 它都不是特别好穿 他们的员工 或者他们的老板在经常穿牛油的时候 经常也会刺破自己的手 特别不容易 评价一下海涛作为长沙站长的表现 特别特别不容易 因为长沙是梦开式的地方 所以他带着我们这帮好友来到长沙 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他一定会想把长沙的 他认为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告诉我们 带我们去体验 但其实我们时间太短了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用一个月时间 带我们去吃不一样的店 对吧 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海涛 自博给我的感觉就像 见到大家的时候 大家就问 那个来了 还带点什么走不 就那种家里亲近的感觉 长沙的感觉呢 就是那种朋友炙热的感觉 就是他会带着你到处去玩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印象最深刻的烤串店是哪个 就是我在长沙吃的第一家 那个香西串 我觉得香西串真的很特别 很好吃 如果向朋友安利长沙的美食 会推荐哪些美食单品呢 大家就近在楼下找就行 每家都好吃 在参加节目前 有为节目特意做过哪些准备吗 特意又稍微瘦了个两斤 因为我觉得录制节目 咱肯定也长胖 有机会体验其他三位嘉宾的生活 你想体验谁的呢 周周的吧 因为他很年轻 然后感觉代谢很好 能吃得很猛 所以我就在他的身体 我必须再让他再胖个二十几 在录制期间和其他三位嘉宾 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 每次我们聚在一起开车 去到任何店子的时候的感觉 就真的是大家一起出去旅行 游玩的感觉 满分十分的话 自己在节目中的表现能打多少分 九点九吧 因为已经吃到九点九了 吃不动了 参加录制后 有学到哪些新的技能吗 我觉得可能之前都是吃串 但这次呢 就知道是怎么制作串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再有机会 我来制作一些烤串的时候 我来烹饪一些烤串的时候 唯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 可以做的好吃一点 如果你是节目的宣传导演 你会怎么安利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这是 一档完全你可以下饭的 美食综艺节目 你可以在每一期里面 感受到我们给你提炼的 美食地图是什么 就看着我们的节目 有空来这座城市打卡就行了 牛油 长中卯 腰子 喜欢咸 腰子 肉串 鸡架 跟那种小店的那种环境 不要那种 那种特别大厂的那种 哈哈 旋转木马 随机播放 自拍 如果你来了长沙 不吃烤串等于白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九九唐九州 经过资博和长沙的录制 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资博 真的是一个 大家都很热情的城市 很欢迎全国各级的游客 来看一看自播烧烤的 然后来到长沙 我觉得长沙真的是一个很安逸的城市 三步五步就有一家美食店 能够给你一个放松的场景 所以我觉得长沙人真的蛮幸福的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印象最深刻的烤串店是哪个 我觉得是长沙站的孙二娘 烤串店 我觉得东北的烤串就是最厉害的 但是其实来到自播和长沙 但是其实来到自播和长沙真的能够体会到很地道的串品 然后很好吃的美食 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就是一定要吃串 一定要吃小龙虾 然后一定要跟朋友们相聚 平时吃饭是喜欢艺人独处 还是和朋友们聚会 我觉得吃饭一定要跟朋友们一起 因为那样才有感觉 满分十分的话 自己在节目中的表现能打多少分 这两次下来我能给自己综合打个八分吧 对于美食 其实我不敢说特别精通 我只是一个爱吃的人 经过一次一次的探店 对于串 可以说是略至一二了 在参加节目前 有为节目特意做过哪些准备吗 准备了一个 空空的胃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一定是 会吃很多串串 会体验很多美食 所以我觉得带好自己的胃就好了 参加录制后有学到哪些新的技能吗 我这次真的切肉 是我第一次体验 因为我平常很少下厨 然后很少切菜 所以我觉得这次刀工有进展 牛油 烤羊肉烤牛肉 牛油 烤羊肉烤牛肉 口味 吃了吗 故山车 顺序播放 自拍 天口 妈呀 来长沙之后 对这座城市的感觉 我来这瘦了特别多 因为我觉得太辣了 就吃不了 对长沙的夜生活有什么感觉 长沙的夜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 解放西路那一块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也总会去逛一逛啊 某夜生活蛮多的 因为我经常不睡觉 但其实我不睡觉我也喜欢宅在家里面 然后看番具啊什么的这种 带长沙吃烧烤一般去哪儿 但长沙就是必点的就是牛油嘛 觉得长沙烧烤和自拍烧烤有什么区别 因为自拍是纯北方 长沙属于南方 我觉得小穿比较多 因为长沙现在也是年轻人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嘛 年轻人多大家就创新就会比较多 对孙二娘烧烤有什么印象 二娘太可爱了 她是多班女孩嘛 就穿的五彩缤纷的 我觉得那个雪疤非常好吃 因为我一直在忙嘛 没吃到那个雪疤挺可惜的 孙二娘家那个烤腊肉 简直是刷新了我的三观 我觉得真的好吃 对斑斑烧烤有什么印象 她那个烤鸭血在东北烧烤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烧烤的形式我还是第一次看的 对三食堂炸炸炸有什么印象 本来其实到后期我是完全吃不下的状态了 当时我想的我说浅尝了一两串 咱们就收嘴 然后但是一去没收住 那个香蕉串狂吃 然后那个土豆真的好吃 最棒了